横看成领侧成风,远近高低各不同,不时卢山真面目,只原生在此山中,生活中很多时候,我们会很容易被眼前的障碍所蒙蔽。 如果能从当前的环境脱离出来,从一个新角度去解决问题,也许就会柳暗花明,人生不如一之事,十之八九。 生活中,多运用逆向思维,换个角度看问题,你会发现,失去也是另一种拥有,失忆也会变成失忆。 零一一个土豪,每次出门都担心家中被盗,想买只狼狗上门前护院,但又不想雇人为狗浪费饮料,苦思良久后中得意吧, 每次出门先把Wi-Fi修改成无密码,然后放心出门,每次回来都能看到十几个人捧着手机躲在自家门口,从此无忧。 护院,未必一定要养狗,平,换个角度扫问题,结果大不同。 零二一个鱼塘新开张,吊费一百块,吊了一整天,没吊到鱼,老板说凡是没吊到的就送一只鸡,很多人都去了。 回来的时候,每人拎着一只鸡,大家都很高兴,觉得老板很够意思。 后来,教育场开门大爷告诉大家,老板本来就是个养鸡专业户,这鱼塘本来就没鱼,平,巧妙的去库存,还让顾客心甘情愿满单,先失败,做营销,必须打破传统思维。 零三孩子不愿意做爸爸留的课案作业,于是爸爸灵机一动说,儿子,我来做作业,你来检查如何? 孩子高兴的答应了,并且把爸爸的作业,认真的检查了一遍,还列出算是给爸爸讲解了一遍。 不过他可能怎么也不明白,为什么爸爸所有作业都做错了,平,巧妙转换角色,扣退一步,有时候是另一种前进。 零四一个博士群里有人提问,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,砸到人会不会砸伤? 砸伤,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,各种公式,各种假设,各种阻力,重力,加速度的计算,足足讨论了近一个小时。 后来,一个不小心进错群的人默默问了一句,你们没有淋过雨吗? 平,人们常常容易被日常思维所禁锢,而忘却了最简单,也是最直接的路。 零五一个妻子想让她的丈夫早回家,于是规定,晚于十一点回家就锁门。 第一周奏效,第二周丈夫又晚归,妻子按制度把门锁了,于是丈夫干脆不回家了。 妻子郁闷,后经高人指点,修改规定,二十三点前不回家,我就开着门睡觉。 丈夫大惊,从此准时回家,平,可见制度的精髓不在于强制,而在于对被执行者利益的拉动。 零柔老和尚问小和尚,如果你前进一步誓死,后退一步子亡,你该怎么办? 小和尚毫不犹豫的说,我往旁边去。 平,遭遇两难或近时换个角度思考,也许就会明白,路的旁边还有路。 灵性一位大爷到菜市场买菜,调了三个西红柿倒到秤盘,摊主撑了下,一斤半三块七。 大爷,做汤,不用那么多,去掉了最大的西红柿。 摊主,一斤二两三块,正当身边人想提醒大爷注意秤时,大爷从容的掏出了七毛钱,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,潇洒地走开了。 不凭,换种算法,独体吸镜,你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另一个方法。 郑重声明,除标明稿界外,中南网所的文章,都会注明来源,若有失察之处。 尽请了解,我们无意冒犯,文章归原作者所有。 若原作者不同意,请第一时间联系删除,我们予以全力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